老师还有在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静坤 欢迎你 静坤 刚刚其实我们在看短片的时候 那几句话已经足以让我们震惊了 那现在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出场呢 因为我之前有过整形失败的经历 我不太愿意去面对大家的目光 我当时面部进行了有十几项吧 就整个都不是很好 所有的 对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整形全部失败了 那么这种概率是不是很小呢 概率是比较小的 但是如果说一旦轮到某个人身上 这种痛苦是非常难以忍受的 静坤的遭遇我都知道 而且当时十二项整形手术全都失败以后 他的样子我也知道 我是见过的 我无法想象就是 如果说其中的某一项甚至两三项遭遇失败还可能 为什么十二项全部都遭遇失败 所以我特别理解为什么他要戴着面具上场 我特别理解 也就是说这十二项手术的失败 你原来的脸已经不是你原来那张脸 对 是的 这比较可怕 我在想如果我这一张脸整形 失败又变成了一张不堪的脸 我如何去面对我的原生产单位呢 也就是我的父母 是的 确实挺痛苦的 这张脸 其实我觉得女孩爱美之心人杰有之 我想你之所以去选择整形 一定是希望更美丽 但是遭遇到这样的突变之后 可能面对着镜子看到那张陌生的脸的时候 是最痛苦的吧 对 会有一些恍惚和难过 因为我见过嘛 确实就像于伯红老师刚才说的是不堪 但是我相信这两个字是难以描绘那张脸的 惊悚吧 咱们对一个女孩子来说 那就是绝对的崩溃 所以我不是好奇 周琴老师我真的有一个建议 因为今天金坤有勇气 走到了游行主角的舞台中央 刚才也说了 你拿起了维权的武器 对 有没有可能再下这一个面具 再下面具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观众 可能并不是一种好奇 更多的 她们现在看到一个坚强的女孩 这样啊 没关系 你可以不摘下来 她的那个面目 对她自己是个伤害 我们尊重你的意见 对 可以 可以 不啊 可以 可以 你不是说惊悚吗 惊悚在哪里啊 你怎么回事这是 我这个是后来又修复了四次 就是前一段时间 刚刚进行完第四次修复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在想 十二项的失败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 但是真正看到你 是这样啊 周琴老师 我负责任地说一句 这个修复好成功啊 真的 这个修复好成功啊 这跟你之前见到的 判若两人了是吗 我负责任地说